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 24年 1月6日 今天已經是 星期六了 其實昨天我們看一段新聞的時候 我覺得也很震撼 一時間我也覺得 是不是真的呢 結果是真的 柳俊綱 是燒炭 結束自己的生命 我們看到 柳俊綱其實早兩天 都還在更新他的IG 這個是令到我覺得 很不合理 為什麼 我們看回原來他星期三 還在社交媒體 好像是IG出文 提及為陪朋友跑全馬 以及宣傳自己的課程 當時他說 今年要跑全馬 上個月也為渣打馬拉松 拍過宣傳 這個相 也有參與過ViuTV的節目 公司沒有逼我 跑馬拉松 一個準備跑馬拉松的人 其實 怎麼會突然 燒炭呢 是不是 我其實這件事 我這一輪以來 都覺得是 很大問題 是一點也不合理 大家有沒有 有沒有覺得 會不會覺得是一件合理的事情呢 那麼他的死 是真的 還是 假的呢 我意思是說不是假死 是意思 這件事是不是真的沒有疑點呢 是不是真的自殺呢 我看到有媒體就說翻查他 遲一晚就跟女朋友吵架 他吵架之後就回家 就笑談 如果 不是基於 他說跟女朋友吵架之後 我是100%相信 他是會自尋短見的 是會笑談的 因為一個 其實跑步運動 一個喜歡運動的人 起碼你看到他 這幾年來 一個是有正義感的人 一個會跑步 會做運動 生活也算是 比較多姿多彩的 會不會因為小事 而去自殺呢 我是真的不相信的 當然說到感情問題 這件事是清官難審家庭事 大家先明白吧 牽涉到感情問題 我就沒有辦法100% 確認 畢竟 有時 自尋短見的東西 自殺的東西 只是一剎那 當大家 會去 想這個問題 我真的想深入一點點去想 什麼人才會 做出一些傻事 結束自己的生命 他一定會感到很絕望 當他求助無門 感覺到很絕望 他覺得什麼都很不如意 他腦裏面會想什麼 就是回憶這幾年來發生過的所有不幸的事 所有令到自己不開心的事 人很奇怪 跟賭錢一樣 為什麼人贏不了錢呢 就是因為 每個人賭錢的時候 你 當你走運的時候 你的腦是會有反射的 你會專心想自己怎樣被人坐下 怎樣被人殺 當你黑的時候 這個是剛剛相反的 你就會想起自己走運的時候 因為你 當時你就會覺得 沒那麼黑的 沒可能那麼黑的 所以你會不斷幻想自己走運 又或者想起自己走運的時候 不會的 這局一定會贏的了 結果就輸了 當你好運的時候 贏錢的時候 你經常都會回憶自己黑的時候 沒有那麼幸運的 哪有自己幸運的 過失關 所以就會越買越小 所以人經常去澳門賭錢 其實是輸給自己的心理 當然 去到生命 決定自己結束自己的生命 也會幻想 當你的情緒 一去到觸發點的時候 你就會不斷回憶一些 你不願意的事 例如 可能在事業方面 在財政方面 或者在感情方面 其實 男人不愛乎 就在錢跟女人而已 為情自殺 或是為金錢自殺 也會有的 為金錢自殺的人 當然很多警察也會啦 因為警察也會方便嘛 有把槍 就搞定了 但是 一般人 正常來說 那個 一剎那 想不開 去自殺 其實是真的一剎那 只要他的腦海裏面有閃過一些開心的東西 他就會放棄這個念頭 好了 現在就是有甚麼會令到他 在那一刻 他的腦海裏面不斷出現這種 信息呢 當然這個是我們基於 他真的是去自殺 而不是 出一些 其他的外來因素 當然 因為大家知道 他 7211當晚被人打到頭破血流 之後 他也出了一本書 叫做元朗黑爺 他有沒有受到 警察的跟蹤呢 或是受到一些 政治上的壓力呢 這個我們不敢說 他也涉及過兩宗刑事案被捕 包括在2020年9月 在觀塘 襲擊已婚居妻子的男朋友 當時 以我的記憶就記得他應該說 有婚外情 跟老婆離婚 跟老婆離婚之後又覺得 不值得 又想跟 他老婆的男朋友爭執 之後就被人告 也因為 開車就衝紅燈 尖沙咀 被人撞到電單車 結果判了160小時社會服務令 停牌6個月 從這件事 我一直都在懷疑 究竟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自殺的 他在我們面前的形象 是很堅強的人 怎麼會 為甚麼會這樣做呢 為甚麼會做一些傻事呢 但是 我們從他的感情方面 真的不知道 始終我們沒有 很多時候關心別人的感情 尤其是 這個年紀 剛才我跟Johnny聊天 我也覺得 不是很合理 他跟Johnny是同年的 那麼 這個年紀是不是很容易 有些甚麼情緒上的問題呢 其實年紀是沒有份的 每一個人 其實你越是不如意的事 越是會有機會去接觸到 講起97年 97年當時我 叫做賺到錢 後來到了98、99年 開始 事業一路走下坡 開始 沒有錢 住不著問人借 去到2000年 我破產了 我輸了所有 輸了所有錢 還欠人家幾百萬 當時是多嚴重 自己的錢輸了 還欠人家幾百萬 當時我也有想過 萬念俱悔沒有希望 因為想不到 憑甚麼可以賺回那幾百萬 很難的 不可能 也有想過 當時真的有一剎那是想過 那個人是自殺的 當然 結果 也是 可能自己幸運 看得開 後來覺得 不是的 始終只要肯 有機會翻身 避過了那段時間 避過了人生的最低潮 努力一點 找到兩份工作 找到一份工作 或是找到一份工作 結果 真的是 熬過了 經歷了一段時間 熬過了 學多了很多東西 以前我認識的 原來是很皮毛 是很幸運的 以前賺到錢是很幸運的 結果 反而在人生之中經歷了一些成長 好了 最低潮的時候 其實 任何人也好 只要你留一條命 一定有機會翻身 1997年之後 樓股大跌 我其實是當時有些朋友 也是自殺的 死了 因為欠人太多錢了 我也欠人幾百萬 當時給我有錢 後來 沒落起來比我還窮 有一個在山頂 在種植島住 他後來加渡中落 1997年輸了錢 到了2002年的時候 搬到麥當勞島 比我還好很多 相對於你來說 我當時也不願意去找一些舊朋友 因為 大家還有很大差距 找人家居住麥當勞島 我當時也要打幾份工作 沒有辦法 迫於無奈 真的也去過一次 但是也盡量不上 因為你見到人家 雖然在他心目中他沒有錢 他家道中落 但是在我 在我給予也很風光 所以我也不想 盡量不想 以前認識的人 他覺得很沒面子 當你只要你肯放下這件事 你的想法就會改變 很多時候 人是自己轉了牛角尖 人家未必會這樣看你 但是你自己看自己 死火了 所以 凡事 看開一點點 看遠一點點 真的 留一條命 只要你有條命留下 你甚麼都有機會翻身 千萬不要以為 沒有可能 沒有機會 很多時候 有個說法 金融海嘯的時候 0708 一個星期兩個世界 隨時會發生 你意想不到的事 可能 未必說即時幫你 帶回身 但是 這個危機 可能 那一剎那就會過去 所以 忍住 頂住 我一直都勉勵很多朋友 有事 不可以的 也會勉勵他 總之 遇到事的時候 找人傾訴 有些朋友說 我聽到你的節目有時候當成一種心靈雞湯 因為 有些人真的想不到 聽完你之後覺得適壞了 很多人比你更加慘 有時 不要緊 有時短時間的挫折 你在挫折之中 反而可能會吸收到新的經驗 如果 如果 柳俊剛覺得很可惜 年輕 有甚麼看不開要做這件事 我真的覺得很可惜 希望 安息 如果你是真的因為感情事 外人幫不了 只能靠他自己 世界 通界也是女人 沒有這樣的必要 留得青山在 哪怕沒有柴燒 寄予所有現在面對疫情的朋友 凡事看遠一點 當你用另一個角度 抽離一點的時候 去看回自己 我覺得有一招可以給大家用 當你覺得你 很無助 萬念俱灰的時候 你抽離一點點 你用一個 外人的角度來看一看自己 你把自己 好像一個靈魂出竅一樣 看回自己 你就會覺得 其實沒有那麼大件事 什麼也好 沒那麼大件事 很多事情都可以解決 這次時間 先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心情 不要那麼沉重 也希望 劉俊國可以安息 先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康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 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香港朋友 亦可以選購我們的VPN 加強你的網絡安全 多謝 拜拜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ckshark的VPN 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國下 PIA 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c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c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 六大優點 大家可以 認識一下Shackshark的 首先 你是否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ckshark的VPN 串法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 十分之快 第二 Shackshar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訊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管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ckshar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ck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加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c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夠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ckshark也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ckshar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完成了 總體來說 它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 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這個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開始了